甘堂镇 在这个104郭道旁边 我把摩托车停在前面有个亭子 这里有个公厕嘛 好像刚装修好里面 那上个公厕 他这里面这个小便值也奇怪这么低 比小孩小便了吧 大人小便估计太低了 然后前面那里是可以露营的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有东西吃的话就这里露营吧 没有的话得去镇上了 灯是我开的 现在走下去把灯先关了吧 今天晚上在老板这里吃一个泡面 这边没饭店 然后再搞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蛋呢 包装的蛋 老板买了一个粽子 两块钱 这个粽子 老板这个小卖布 还有卖菜 明天早上老板他要去 干糖 去买去买菜 然后我就叫老板帮我带早餐 带几个包子上来吃 摩托车停在这里 然后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 这个村子村民说没有小学的 以前有限的小学都搬到那个镇上面去堵了 这里是梅阳村 刚才问了村民 甘糖镇梅阳村 离甘糖镇还有走这边下去8公里多 阿姨在这边 包这个茶 听阿叔说包了之后还要拿去卖是吧 还要晒干 晒好 在干的卖 包了再晒啊 这么奇怪 要把它包成圆了 然后他说才卖有人药 第一次见了 面好了 开吃 这个这是叫旗城是吧 旗城 旗城 刚才老板这里买的 听居民说村民说这边自己种啊 这里还有既旗城 他们自己种了 他们这个旗城啊 非常甜 非常好吃 很多水分 刚才 村民阿姐和阿叔说 要是在这里露营的话 明天早上起来 对面那个山上 全是旗城的树 明天看看什么效果 这里居然还有个水龙头 等会直接来这边 洗树 还有洗袜子就行了 洗袜子洗脚 太漂亮了 帐篷搭好了 明天早上 就直接看美景了 非常完美啊 下雨天的话更完美这里